今天的護膚教室就要講有機和沒有水的概念 因為水不是有機物,沒有carbon 它的不好處就是滋生細菌 還有你不要以為水是保濕劑 如果你就這樣撥水上臉 臉反而會越來越乾 那為什麼有機是好一點呢? 因為從開始到終,從田開始 都沒有用一些農藥或合成的化學肥料 打個比喻,大家有沒有吃過有機的士多啤梨 還有普通的士多啤梨呢? 有機那種是會有天然的甜味 還有很濃的士多啤梨味 還有營養都會高一點 天然的東西未必是有機 不過吃得有機的東西就是天然 其實有機有很多認證,都很難拿 你要在耕種,你用什麼肥料 那些成份製作者就要每年renew它的認證 而我暫時見過最高%的有機精華 就是這一種,Biotispa 有94.39%的有機成份 這些精華就加了很多有機的植物成份做Base 那三種超級醬果 就有胡椒梅,紅色梨和小醬果 它們都有clinical 還要幾分鐘已經可以改善皮膚水份流失減少15% 還有三種注水成份,就是透明質酸 還有一種叫PGA 都是像透明質酸,但勁十倍的吸水力 還有一個科研成份,就是鎖水磁石 可以做到72小時的深層,長效保濕 而它做到這麼高濃度的有機 再加上它的質地 薄得來好像有點滑手的感覺 秘訣就是沒有落水 而不用水的挑戰就是產品比較難研發 因為質地方面要用平衡 而且成本當然比較貴 因為你用有機的蘆薈汁來代替水 但有些人對有機產品有些疑問 就是覺得有機未必夠厲害 未必有效果 所以咪咪咪入的有機產品 通常都會再加一些有臨床實症的科研成分 例如Baltespa這支Hydra Boost Face Cream 它含有植物性的牛黃酸 牛黃酸是什麼呢? 即是紅牛裡面有的 但紅牛裡面是合成的 就會入到細胞裡面的發電機 令到它好像充電一樣 所以我會叫它做一個充電型面箱 發電機充滿電 就可以做很多細胞不同的功能 其實細胞是很忙的 你要增生骨膠原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要電的 塗完這支充電型面箱 最大分別就是睡得不好 有時膚色有點不均勻 都可以即時改善到 第二隻的科研成分 其實都是來自植物的 就叫做新植物為A 它的效用和穩定性都很高 連孕婦和敏感皮膚都可以用 為A就是促進細胞更生 亦都可以撫平細紋 皺紋 以及可以控制痘痘 這個Early Boost 還可以令真皮層內骨膠原 好像纖維一樣一絲絲 令我的絲長得更長 以及更加強韌 還有它有抗污染的功能 因為它可以在肌膚上 形成天然保護膜 加強屏障功能 它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短期來說 塗完它兩小時 皮膚的水分已經會增加32% 然後去到24小時 其實都可以保持 不會立即下降 有機護膚就不要經常顧著臉 其實身體都有產品可以做到有機 例如Baltespa 這個organic shower gel 在miming mat出現 除了有機外 一定要有其他賣點 它可以做到排毒淨化 它裏面加了咖啡碎取物 可以通淋巴 促進淋巴的循環 去一點水種 還有檸檬精油 可以促進身體血液循環 亦都令皮膚抗氧化和涼白 完全沒有加起泡劑 所以敏感皮膚或有問題的皮膚都適合用 還有它可以改善少少的橙皮紋和任實紋 你可以用它的時候 不要馬上洗走它 按摩或者用一些工具 按摩或者打圈 拆一下它 讓它可以吸收 有機沒有水的護膚品 我就這樣選擇 首先要有大機構認證 第二就是高濃度 多數都是沒有水 第三就是最好有科研成分 真的用完有效果